我們在台北地點數為您講到司法最新進步 其實北檢在今天下午是有傳喚兩名藝人來到庭 說明之來開庭的 而這兩名藝人分別也是藝人賀君祥 以及藝人黃子嬌 而藝人賀君祥他其實今天下午的庭 是在2點20分就會開庭 而其實他早在2點整的時候 是有提早20分鐘就已經來到法院 我們可以看到他當時來到法院的時候 穿著白色衫戴著比較深色的口罩 來到法院 但雖然他面對問話 像是說問他到底有沒有跟這個案情有關係 還是說他可能是被人誤會被人捐對 他沒有正面回應 但是他算是提早20分鐘來到法院的 而他這次被檢報來傳喚來開庭 也算是首度傳喚來開庭 主要也是因為他之前有參加一個生日會的活動 疑似在這個活動當中 有被一名女子指控說 涉嫌是有對他做出預舉的行為 而當案件曝光之後 其實他面對檢警也都是相當坦蕩蕩的 尤其當檢警來搜索的時候 他也是全力配合 尤其是交出手機給檢警來做偵辦來去追查 而在這回他首度開庭 他在提前20分鐘就已經來到法院來準備 而且是提早報道 其實態度是相當的好的 不過對比賀军翔在今天下午2點半 其實藝人黃紫嬌也是要來開庭的 但是他遲遲都沒有出現 一直到大概2點50分左右 才是由他的律師來跟檢方表示說 他們希望能夠改齊 也因此也確定黃紫嬌其實今天下午的庭 是確定請假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黃紫嬌到下午2點50分 才由律師來說要請假 這個狀態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 我們可以知道黃紫嬌這次會被傳回來開庭 主要也是因為之前他有被一名女子指控說 他是找這名女子到台北市內湖來拍攝藝術照片 甚至在整個過程當中對他伸出狼爪 而這名女子指控說 黃紫嬌甚至還對他說 是為藝術而犧牲 這個狀況讓他非常的沒有辦法接受 原本他希望黃紫嬌是可以道歉的 一直等不到道歉 他才決定來做報案 而且警方在4月份是已經收到報案 並且是有報請北檢來指揮捐辦 如今這個案件 北檢傳換黃紫嬌來到庭說明 他卻遲了20分鐘之後 才由律師來向法院來請假 那對此他這樣的狀態 其實司法單位對於他的行為 也將會持續的關注 也認為是相當重視